世界上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做到知恩图报 为了自身利益出尔反尔的国家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曾经接受过中国帮助的阿尔巴尼亚、越南等 其中越南是中国的邻国 与中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 在近现代中国还帮助过越南抵御过外来入侵 也正因如此越南曾表态 谁与中国过不去,自己就和谁过不去 只是后来这个国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向苏联 开始在苏联的支持下侵扰中国边境 我国在无法采用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发动自卫反击性质的战争 然而在战后我军选择撤军的时候 越南却不愿意就此作罢 也正因如此才爆发了后来的老山战役 那么你知道这场打了近十年的战役 中越双方到底各阵亡多少人吗 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越南作为苏联的坚定追随者 在明知本国兵力不如中国的情况下 选择向老山发动突袭 因为解放军部队没有防备 这就导致老山迅速被越南侵占 越南侵占老山之后 依托当地复杂的地形 修出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自然选择继续作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因为越南当时在自己的防御阵地 布置了大量的战斗火器 这些火器在战斗时 可以形成密集的火力覆盖网 解放军当时虽然在军事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面对这样一群敌人 还是非常头疼 再者说 据一些参加过越战的老兵表示 当时越南投入战场的特攻部队相当棘手 他们拥有足够丰富的实战经验 每次战斗都像是以死亡为最终目的 总是发动自杀式的攻击 并且为了杀伤中国解放军 他们甚至能够忍受全身被马黄咬烂的痛苦 一动不动的潜伏在指定地点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从越军手中夺回老山 势在必行 一般来说 两国在打仗的时候 都会想办法占据战略意义重大的地方 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敌人一步步破进 而当时的老山 便是对中国来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 据了解 老山正好在中越边界起先点上 而且它还是中越边境12号至13号界庄之间的最高点 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老山 那么中国境内纵深25公里的这片国土 将处于越南的通市之下 除此以外 越南老寨清水 中国马力坡县至越南河江省的主要通道口岸 中越12号借庄以西至寇林山边境主要点 这些都会受到越南方面的监视和物理威胁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国才决定誓死守住老山 1979年4月 昆明军区十四军四十二师 与云南省军区边防部队通力协作 先后收复了罗家平大山 寇林山等地 在这时候 四十二师为了更好的抵挡敌人的攻势 一直驻扎在附近的防御阵地上 等到1984年4月 四十二师才撤出前线 四十二军撤离之后 越南方面大概是认为中国这边正值换防 部队的防备比较低 因为这之后越南加大了 侵袭解放军阵地的力度 不过因为我国在四十二军撤出之前 已经在周边地区驻扎了大量的部队 因此解放军所掌握的阵地 并未被越南方面彻底夺走 只是因为敌人的攻势太过疯狂 我军在与越南军队对战时候 不少战士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比如说在老山战区的712战斗中 仅十四军四十师119团 四十一师122团等部队 就出现了61例牺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此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我国发现了部队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越南卷土重来的时候 中国决定趁此机会练一练国内的兵 而当时前线部队的轮换机制 其实已经相对成熟 在部队封名撤出之前 中央军委以及有关部门 都会制定相应的部队轮换计划 争取让国内的各大部队 都可以去前线历练历练 所以当时不光是昆明军区 国内的兰州军区 成都军区 广州军区等多个军区 军出动部队参加了战争 而对于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们来说 最令他们所困扰的 除了总是夜间来袭的越南特工部队以外 就是老山地区令人难以忍受的天气了 但不管前线的条件到底有多艰苦 战士们都没有放弃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历练之后 各部队的整体实力与契合度都提高了不少 整体而言 中国解放军的实力要比当时的越南更强一些 虽说越南方面有苏联支援的先进武器装备 但是越南的兵员规模毕竟不算太大 并且苏联方面还受到美国的限制 该国虽然与越南在统一战线 但是苏联根本无法明目张胆地帮助越南 虽说越南的一些战术令人防不胜防 但是想要大规模杀伤我军 越南实在是做不到 据悉在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老山战役中 解放军部队的伤亡情况 的确远不如抗日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样严重 但是仍然有近三万人倒在了前线阵地上 他们怀着一腔热血赶往前线 希望付出一切代价 阻挡住敌人妄图侵入中国的脚步 他们身上有着不输给任何先辈的坚毅和顽强品质 至于越南的伤亡数据 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这大概也是因为越南当局 不希望这场战争成为民众攻劫自己的理由 所以将老山战役的伤亡数据给模糊化了 而据我国当时的估算 越南在整个老山战役的伤亡应当至少有六万人 其中阵亡者约有四万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当时在老山战区主战场上伤亡的越军以外 其他地方的越南民兵也有和中国解放军交战的记录 倘若将这些人也算入越军伤亡数据之中 那么在老山战役中 越军少说有十万伤亡 老山战役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这场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边防压力 同时趁着这个机会 我国还与美国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进步阶段 而从老山战役中的多场出色战斗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解放军的整体实力也因为老山等地的系列战斗而越变越强 对于众多为中国当时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兵 我们应当置以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在2020年10月27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令很多人都倍感心寒 当时在我国的广西御林 一位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70岁退伍老兵 因为遭到一名22岁的陌生的醉酒男子的毒打 汉儿离开人世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老兵自己大概也没想到 自己年轻时曾躲在战场上躲过枪林待遇 到年老时就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虽然最后施暴者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位老兵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